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男人刚走进卫生间 却发现女友和别的男人在里面寻欢作乐 男人想要挽回女友 于是夜里将女人推上床打算行恩爱之事 不想却被女友指着鼻子大骂了一通 她叫高佳月 年过四十有个交往了十二年的女友 开了许多年的餐厅 可惜因为经营不善 佳月的餐厅面临倒闭危机 女友计划将餐厅盘给别人 佳月无可奈何只能答应 就在当晚 佳月发现打算盘下餐厅的人 居然和自己的女友友友一腿 然而在男人面前 佳月却犯了怂 居然没对男人说半个不死 夜里女友收拾行李打算离开 佳月却将女友拉上床试图挽留 这是她惯用的招数 以为恩爱一场女友便会心软回头 这向佳月正欲火难耐 不想女友去泼冷水 表示自己已经怀孕 但孩子不是佳月的 佳月几乎崩溃 女友却借机开始数落她 在女友看来 佳月太过任性 这十几年的交往 自己已经受够 佳月不懂女友的指责 女友也不想再废话 而是直接转身离去 自日女友的新男友 带来盘下餐厅的合约 佳月已经不想再挣扎 她麻木地签了字 而新男友也趁机对她嘲讽一通 失去了女友餐厅甚至尊严 佳月的人生跌入谷底 这时候的她想到了回家 于是某个夜里 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 常年漂泊在外的佳月 就围地回到家中 回家那晚 佳月喝得烂醉 甚至当着全家人的面 耍起了酒疯 家人们对此 似乎已经见怪不怪 佳月是这个家的大儿子 上有一双父母 下有两个弟弟 一个侄子 许久未见 对佳月而言 这个家显得既陌生又熟悉 爸妈已经上了年纪 却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分房睡 父亲询问佳月 是不是在外面出了事 才跑回来 对于外面的经历 尤其是那些不好的 佳月只字未提 二弟已经结婚成家 晚上正和妻子吐槽 佳月耍酒疯的事 明天是父亲的生日宴 二弟一早便买好了蛋糕 可又担心 这位忽然回来的大哥 会搞砸了宴会 小弟常年在家陪伴爸妈 佳月想要拥抱 久未见面的小弟 小弟却躲闪开来 在他的印象里 大哥是个没什么本事 又一身毛病的人 侄子还在读高中 当年佳月离家时 他还太小 为了了解这位大伯 侄子在网上翻了 佳月的餐厅 结果发现平分低到吓人 佳月注意到 家里多了张拼贴的全家符 那是侄子的学校作业 可全家符上的佳月 只有一只手 没办法 侄子只记得他的一只手 自从佳月回来后 这个家便乱糟糟的 早上天还未亮 父母和小弟便拉着 宿醉的佳月出门 家里开了间早餐店 父母负责经营 小弟每天帮忙 可佳月倒好 却在店里啥也不干 一阵吐槽后 直接骑着小弟的电动车 便回了家 小弟各种抱怨 店里稍微闲一点 父亲又催他回家 帮忙喂鸟喂狗 佳月这个大哥 不仅一点忙都没帮上 反而竟给他添乱 回家后 佳月接到电话 是侄子的学校打来的 侄子正处于青春期 还在学校组建了乐队 前不久 乐队中的一位成员意外去世 侄子和其他成员 便在脸上涂了乱七八糟的颜料 想用音乐直播的方式 为成员办追思仪式 教务主任 却以影响学校风际为由 试图阻挠 侄子的父亲 佳月的二弟不在家 佳月便自行做主去了学校 原本在教务主任面前 佳月答应会好好管教侄子 得知内情 佳月从厕所抽了张牌子 递给侄子 上面写着 莎士比亚鼓励人坚持的名言 还不止 佳月甚至转而怂恿侄子 来场音乐直播 在佳月的鼓励下 侄子在教学楼 开启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音乐直播 直播吸引了全校学生 在青春的呐喊中 侄子和成员们 为遭到不公的朋友送别 那是他们这个年纪 对抗世界的独特声音 教务主任气势汹汹地赶来 佳月却没有让侄子停下来 反而率先拿着手机 边跑边直播 他明白 酣畅淋漓的青春 仅此一回 因为佳月这一闹 侄子被学校寄了一次大过 晚上回家 侄子的母亲 佳月的弟媳 教训起了儿子 二弟更是不满 佳月跑到自己 儿子的学校湖来 当晚便是父亲生日 端菜上桌时 佳月没分清酱油和醋 以至于好端端的 酱油猪脚 变成了醋溜猪脚 小弟借机表达不满 甚至张口说出 佳月餐厅倒闭的事实 母亲着急了 当初她可是借了 一百万给儿子开餐厅 瞬间生日宴的气氛 变得尴尬 佳月意识到 是自己搞砸了宴会 正打算借口离开 却被二弟拽了回来 为了缓和气氛 二弟赶紧让众人 开吃生日蛋糕 还一个劲夸大哥的 醋溜猪脚好吃 夫妻许了愿 第一个愿望 便是希望全家人 都健健康康 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 佳月顿时有种 自己是多余的感觉 她独自跑到阳台 躺了下来 侄子却将 莎士比亚的卡片递给她 在侄子眼里 佳月是个很酷的人 佳月想起了多年前 自己读书的时候 她总是全家 最调皮的一个 有时候回家晚了 全家人便会 等在桌边 家里有个规矩 必须一家人 都到齐了 才能开桌吃饭 想到这里 佳月忽然觉得 或许自己 并没有想象的 那样多余 佳月回来后 家人们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 没有多余的房间 给她睡 这两天 佳月一直睡在 客厅的沙发上 每天早上 父亲上厕所 母亲上香 弟弟喂狗 各种生活的杂音 全都一丝不漏地 涌入佳月耳中 而家人们 也嫌佳月爱事 为此 二弟给佳月买了床垫 打算让他 睡在父亲的房间 让分房睡的父母 重新睡一起 佳月却有些不高兴 觉得二弟 是在自作主张 二弟也不顾佳月抱怨 直接将床垫搬了进去 反正从小到大 这个家大大小小的事 都是自己在操心 佳月仍然大胆咧咧 他没钱便让二弟请自己吃早餐 过程中 佳月抱怨 家里气氛差 还将责任全都灌在了二弟身上 觉得是弟弟的个性不够活泼 二弟倒也没和佳月计较 只是劝他 既然回到家 不如先去找份工作 总不至于这个年纪 还在家里啃老 佳月的心里却有些不爽 似乎弟弟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而他这个大哥什么都不帅 郁闷之下 佳月一口闷了豆浆 他喝豆浆过敏 二弟让他赶紧吐出来 佳月却使性子不肯 这时佳月一直尝试联系老同学 给他发来消息 并答应了今晚的见面 佳月立刻将豆浆吐了出来 他可以在家人面前溜脸 但绝对不能在老同学面前出糗 晚上佳月按时赋约 老同学是个漂亮的女人 和佳月还是彼此青春时代的初恋 吃饭时 二人从过去的美好 聊到现在的生活 显然老同学也没忘了佳月 和佳月一样 年少的侄子最近也开始春心萌动 侄子在交友软件上匹配了一个女孩 两人已经约了见面 可因为担心被骗 侄子让佳月这个大伯代替自己赴约 为了侄子 佳月一把年纪也算豁出去了 好在侄子的网恋对象不是照片 而是个年轻开朗的姑娘 叫红茶 红茶活泼的出奇 一见面便开心的将佳月抱住 受宠若惊的同时 佳月发现红茶的前男友居然是自己前女友的现男友 红茶约见面的原因便是要弃前男友 一个是前男友 一个是前女友 眼下的局面 红茶和佳月都有些尴尬 为了掩饰尴尬 二人装作嬉笑着离开 在彼此安慰下 两人都决定打起精神 二人正打闹甩 小弟来了电话 父亲六鸟摔倒 得送去医院 佳月立刻赶回 可父亲比谁都倔 坚持要去另一家医院 佳月拗不过这个老顽童 只好遵命 带父亲去了指定的医院 到了他才发现 父亲居然和一位护士打得火热 看来这才是老顽童坚持来这里的真正原因 父亲没带一包卡 母亲给送了过来 当看到丈夫和护士打闹的一幕 母亲气呼呼地转身离开 回家后 母亲连晚饭都没吃 对丈夫更是爱搭不理的 父亲对妻子也是不理不睬 次日更是假装闪了腰 又找机会去了医院 小弟向佳月说了真相 原来两年前父亲出了车祸 当时在医院便是这位护士负责照顾父亲 护士人美心善 父亲对其一见钟情 后来二人甚至约着逛街唱歌 说白了 父亲出了鬼 此时被母亲发现后 夫妻俩便开始分房睡 吵架更是成了家常便饭 家月不解 母亲为何不选择离婚 小弟的解释很简单 母亲爱面子 不想被人笑话 家月自以为了解这个家 他觉得父亲敢想不敢做 母亲是不敢走 但却留下来碎碎念 最后闹得互相折磨 小弟并不认同家月高高在上的看法 觉得大哥离开太久 对这个家并不了解 正说时侄子发消息找家月 原来侄子埋怨家月骗了自己 本来说好要带红茶到旅馆的 家月却火上浇油 表示红茶貌似是看上了自己 侄子简直郁闷 他才不相信红茶会放着 自己这个小鲜肉不要 而去找一个四十多的大叔 次日家月去医院退费 并再次巧遇初恋老同学 老同学在医院做销售 一阵寒暄后 又拉着家月去了自己商场的门店 还送了一堆东西给他 家月贴心地送同学回家 同学则聊到自己离婚的事 这下巧了 两人如今都是单身汉 家月心里难免有些想法 还叮嘱同学一定要好好的 回家后父亲在遛鸟 母亲在做家务 这个家看上去一切不相安无事 谁都不会知道 此刻家月正窝在房间里写遗书 听着屋内屋外家人们琐碎的声音 家月写下遗书的最后一句话 有生之年能长这么大 算不错了 第二天 侄子首借给爷爷拿护腰神 发现了家月的遗书 夜里只在梦见一家人走在海边 为家月办丧事 但这场葬礼不同寻常 不仅有其他伴奏 就连死去家月 自己也拿着遗书在一旁诉说 家月觉得自己作为家中长子 却一事无成 既不像二弟那样乖巧懂事 也不像小弟那样能为家里分忧 就连最后撒骨灰 也撒得让人不省心 一觉醒来 侄子对家月起了同情 此外几天接触下来 侄子开始学家月讲话 这让侄子的父亲 家月的二弟有些不满 在二弟看来 家月这个大哥一身臭毛病 他不希望自己儿子被带坏 侄子却觉得 家月成天被家人念叨 有些可怜 更觉得他很酷 能自由自在地 做自己喜欢的事 二弟反驳了这种看法 认为家月常年在外不顾家 根本就是不负责任 现在更是酷到 连自己都养不活 侄子没再辩驳 关于大伯到底是怎样的人 或许他并没有发言权 此刻在家里 家月正祭拜列祖列宗 希望自己走后 祖宗们能多多保佑 父母和弟弟们 这话刚好被母亲听见 母亲很意外 似乎一贯顽皮的大儿子 懂事了先许 今天母亲没去早餐店 家月忍不住开玩笑 说母亲在偷懒 不想这话 却激怒了母亲 母亲觉得自己成天到晚 被绑在这个家 现在只是想要休息一下而已 家月还发现 母亲买了一大箱巧的粒 自己却没吃一块 全都是买来给儿媳的 家月劝母亲 有这个钱和时间 不如花在自己身上 不如对自己好一些 正好里长发来消息 社区要举办三天两夜的旅游 母亲心里想去 可又是担心家里 又是记挂着早餐店 不想家月居然抢先一步 给母亲报了名 在她看来 地球少了谁 都不会停止运转 既然如此 何必自己将自己困住 儿子的话 令母亲沉默两脚 是啊 人生已经走了半半 何必难为自己 于是晚上 母亲翻出了最喜欢的鞋子 她要穿得美美的 去旅游 丈夫发现后 却只得她自私 抱怨妻子旅游之事 没跟自己商量 母亲也急了 难道旅行这种事 她还需要跟丈夫报备 那丈夫搞外遇之前 有没有跟自己报备呢 于是当晚 这对老夫妻 又一次大吵一架 第二天一早 早餐店有大订单 小弟正着急 却找不到父亲人 无奈之下 只能将睡懒觉的家月 拉到店里帮忙 可到了店里才发现 父亲一早便来了 此时父母二人还在冷战 家月觉得气氛不对 随便帮了会儿小忙 便匆忙回家 路上家月再次巧遇老同学 这次她将早餐送给老同学 还陪着对方等公交 二人之间的情愫 已经蓄势待发 同时 侄子还喜欢着网恋对象红茶 可红茶却误将她当作了家月 表示自己就喜欢这种 四十多的老男人 甚至还约她 以为的家月二次见面 侄子简直抓狂 上次就不该让家月代替自己 好在红茶看了爱情运势 今日不宜见面 于是婉言取消了见面 侄子这才避免了尴尬 晚上父母之间冷战升级 成了热战 父亲又一次要分居 母亲也重新拿丈夫出轨的事 各种唠叨 三个儿子怎么劝都劝不住 夜里父亲离家出走 住到了宾馆 二儿子送去水果 父亲嘴上说自己一切都好 可独自在宾馆时 心里又记挂着妻子和孩子们 关于父母吵架这件事 三个儿子内部也起了意见冲突 小弟一心想着 因为父母争吵而没人过的早餐点 甚至责怪起的家月 觉得都怪大哥给母亲报名旅游 家月个性潇洒 认为父母都多大了还在吵架 简直就是想不开 二弟打算晚点两边都劝 想尽早让父母重归于好 他不赞同家月的看法 觉得大哥常年在外生活 根本就不懂这个家 也不懂父母之间的症结所在 家月却觉得二弟爱管闲事 活得太累 二弟一脸委屈 他是三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养子 这些年父母对他比亲生儿子还亲 他能说不管就不管吗 家月反而嘲讽起了二弟 照顾父母本该是自己这个亲生儿子做的事 二弟一个养子 用得着上赶着当孝子吗 二弟没有争吵 但瞬间三兄弟之间的气氛降至冰点 晚上家月和老同学见面时 吐槽起了二弟 原来二弟的生日就晚家月几天 可就因为弟弟比较乖 他比较疲 为此父母每年都会等到二弟生日那天 给兄弟俩一起过生日 这样家月很是不爽 明明二弟才是被领养的 可到头来他觉得自己这个亲生的反而更像外人 老同学却觉得兄弟之间的缘分来之不易 而且被领养的孩子更需要归属感 家月倒是一脸无所谓 似乎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父母的偏心 几天后母亲的三天两夜旅行正式开始 途中母亲认识了位老先生 老先生有一只手蝶 母亲也跟着学了起来 除了每天早餐店铁板传出的固定旋律外 这是母亲第一次接触到的美妙月声 在旅行中母亲整个人十分轻松 至少这一刻他可以完全为自己而活 缺了母亲 家里早餐店的人手只能由佳月顶上 从来没实际帮过一次忙的佳月 如今简直是手忙脚乱 好在忙碌之余还有放松 直则送了张电影帕的门票给佳月 约他一起看电影 私下里直则把另一张票送给了红茶 到了电影帕现场 佳月还发现除了红茶 自己暗恋的老同学也来了 当晚两女一男相遇吃饭 过程中红茶问起老同学和佳月的关系 他已经察觉出来 似乎网上聊天时 佳月十分热情 但在线下 佳月似乎对老同学很好 对自己却比较冷漠 因为尚未确定任何关系 老同学也不好多说什么 红茶便满怀期待 觉得自己和佳月还有戏 之后几天 红茶频繁给佳月发来消息 当然收到消息的都是侄子 侄子正心烦 班上的一个女生开始追他 甚至提出要加入吉他社 女孩弹的琴唱的歌都很好听 成员们都答应让他加入 唯独侄子一脸的不愿 二弟这边的事也不少 妻子一直想帮丈夫找到亲生母亲 刚好这些天 店里的一位同事透露 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生了个儿子 当时因为养不起便送了人 现在很后悔 每天都在找儿子 同事描述的儿子特征和丈夫很像 此外 妻子还在丈夫的书里找到一张照片 照片背面 母亲的名字和同事的很接近 妻子自作主张安排丈夫和同事见面 结果闹了乌龙 丈夫和对方根本就不是母子 回来后 二弟向妻子解释 早在几年前 他已经和亲生母亲见过面 妻子有些生气 觉得这么大的事 丈夫都没跟自己说 二人争执的画面 被儿子看在眼里 但好在 父子二人更像是好朋友 儿子有些在意父亲去见亲生母亲的事 担心父亲在家里过得不开心 二弟解释 对他而言只有一个母亲 那便是儿子奶奶 儿子虽然还是不太懂 但父亲的话令他宽心 晚上妻子还在闹脾气 二弟便像往常一样 用小动作安慰妻子 对二弟这个家而言 没有什么矛盾会留到第二天 当晚 佳悦跑到二弟家读侄子 追问为什么要把红茶推给自己 侄子却不愿解释 正好二弟回来准备晚餐 佳悦索性留下来蹭饭 吃饭时 侄子不小心说出母亲闹得乌龙 佳悦却借题发挥 觉得二弟脸皮薄 正因如此才会什么事 都做得面面俱到 才会活得这么辛苦 佳悦还提到了读书时候的事 认为小时候都是自己这个厚脸皮的 在给二弟背黑锅 过去有一次母亲的钱包里少了钱 然而当时母亲完全不怀疑 另外的两个儿子 却偏偏怀疑佳悦 在全家人眼里 佳悦是唯独的闯祸精 佳悦想要辩解 跟母亲压根不信 但其实那笔钱是二弟偷的 为了保护弟弟 佳悦自始至终 没有向母亲说出真相 然而说着说着 不知不觉间 气氛又一次变得僵硬 佳悦见状 干脆起身离开 似乎自己已经成了 破坏家庭氛围的始作俑者 父亲和佳悦一样任性 正好这几天妻子在外旅游 父亲便从宾馆退房 又跑回家来 小儿子亲自去接 一回家 父亲问的不是家人 过得好不好 而是问小儿子 有没有帮自己遛鸟 妻子不在 三个儿子都有各自的生活 父亲只能独自点了外卖 孤零零的吃饭 安顿好父亲 小儿子在电话里 向女友各种抱怨 觉得全家人都我心我素 似乎把所有事都丢给自己处理 她正打算一身轻松的去见女友时 旅行途中的母亲打来视频 视频里母亲玩得很高兴 小儿子却不合时宜的提起父亲搬回家的消息 母亲气得当场挂断电话 同伴们觉得小儿子真心不错 母亲听闻老先生有个年龄相仿的女儿 便当即为小儿子撮合起来 当晚家月又和侄子混在一起 侄子总算说出了心事 原来她看了家月写的遗书 遗书上写着很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所以她才将喜欢的红茶让给了家月 家月嬉皮笑脸的想要拥抱侄子 侄子却生了气 她刚刚才失去一位乐队成员 不希望再失去家月这位大伯 见侄子是真的关心自己 家月终于收起笑脸 说出了心里话 或许从心底来讲 她仍然希望自己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侄子闻言也哭了出来 她到现在才发现 原来看似放荡不羁的大伯 也有着如此厚重的心事 家月和侄子相拥 二人约定将今晚的话当作彼此的秘密 回家前 家月还提醒侄子 往后别再撮合自己和红茶 那姑娘不是她的菜 于是晚上 侄子鼓起勇气 给红茶发去约见面的消息 是时候该以真实身份 面对女孩了 次日在家 热水胡烧开了 家月凑近 嗅了一口煤气的味道 死亡的味道果然不好闻 家月赶紧抽开身 此时她接到电话 快递进来了自行车 那是她打算送给老同学的 家月骑车去见老同学 不想正好撞见同学被前夫纠缠的一幕 家月上去就是一圈 她不许任何人欺负 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人 另一边 母亲结束了三天两夜的旅行 带了一大堆礼物回家 可和丈夫之间还是吵个没完 夫妻俩都放话 以后不再去早餐店 小儿子以为父母是在说气话 不到第二天一早 二老还真就赖在床上不起 三个儿子都相信 一切都是父亲出轨给闹的 迫于无奈 二儿子帮忙做出决定 今日早餐店 宫兴 没了店里的生意忙活 老夫妻俩便干脆打起了冷战 在家里二老各干各的 在外面 夫妻俩也开始寻找各自的生活 母亲在旅友的推荐下 来到老年兴趣班 开始跟着在旅行团中认识的老先生 学习打碟 父亲又一次以腰痛为借口去了医院 也就是去找心仪的女护士 二人甚至约着唱歌 然而过程中 老爷子却向护士说了心里话 原来他和护士并非出轨的关系 两人都是爱猫人士 加上护士是单亲妈妈 老爷子正在对他独有关心 结果却招致妻子误会 这次老爷子忍不住向护士诉苦 觉得家里的环境很是压抑 大儿子整日和他吵架 二儿子有了妻儿 便忘了爹娘 小儿子对家里的事莫不关心 一起生活了半辈子的妻子 更是不给他丝毫解释的机会 唯有和同病相连的女护士相处 老爷子才能感觉到一丝呼吸的空间 此刻家里 家月正在翻找彩笔 想将全家福上的自己给补上去 父亲喝多了回家 不写真相的家月向父亲建议 如果真的喜欢女护士 不如干脆和母亲离婚算了 父亲却面露忧伤 对他而言 女护士只是人生旅途的一道风景 三不五时的看一下 人生才觉得有希望 说吧 父亲让家月去拿酒 父子二人并肩坐下享受酒的清香 看着眼前家的模样 或许对他们而言 此刻的平凡才是最动人的真神 早餐店没开门 最闹心的无疑是小儿子 家月劝小弟干脆找份工作 小弟却未知可否 这些年给家里帮忙 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家月也不愿出去找工作 眼下和父母和弟弟们打打闹闹的日子 太珍贵 这一点二儿子也有所感悟 自从上次妻子闹出的亲生妈妈乌龙事件后 二儿子对待家庭更加认真 去店里接妻子下班时 他主动帮被误会是自己亲妈的妻子同事搬电动车 并安慰对方 有朝一日一定能见到亲生儿子 回家后 二儿子告诉妻子 自己打算找个时间约亲生妈妈来家里吃饭 好将妻子和儿子介绍给母亲 妻子很高兴 彼此没有隐瞒 这才是一个美好家庭该有的样子 家月最近开始走桃花园 帮着老同学痛揍了无耻的前夫一顿后 老同学关心的给家月热敷 家月则将买来的脚踏车送给了老同学 之后更是每天给老同学送早餐 拍美美的照片 对家月而言 这些细想却美好的东西就叫生活 它能让人生充满意义 能让人找到活下去的动力 侄子文言也做出决定打算向红茶讲明自己的高中生身份 于是侄子鼓起勇气去了红茶工作的店里 可话都到了嘴边却始终没敢说出口 最后只是给了红茶一张音乐节的宣传单 那是学校音乐节的传单 侄子所在的乐队被选中参加 一直追侄子的同班女同学坚持要加入社团 女孩弹唱娴熟 侄子答应让其做乐队主唱 侄子还让家月一定要来音乐节 他打算届时向红茶告白 需要家月这个大伯给自己加油打气 二儿子夫妻俩原本要出席儿子音乐节 无奈被工作产生 于是当天家月独自一个人代替全家去给侄子鼓祭 红茶没来 侄子有些失落 家月便拼了命的在台下欢呼呐喊 侄子这才恢复了状态 随着青春的旋律响起 一直反对侄子在学校搞音乐的教务主任 居然哭成了泪人 家月则将所有美好的事物全都拍了下来 音乐节结束后 侄子告诉家月 红茶来没来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没有留下遗憾 在奋力歌唱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在活着 侄子看出了家月的心事 他相信家月一定有未了的心愿 希望他和自己一样 不留遗憾的勇敢去做 侄子的话令家月萌生了勇气 人总要有活着的感觉 在侄子的鼓励下 家月兴奋的冲回家找到一个空的饭盒 上次老同学便是用这个饭盒 给他装亲手做的饭菜 同时家月还不忘放了身衣服 打算在今天向老同学告白 几个时针后 家月鼓足勇气 说出告白的话 可万万没想到 老同学居然表示 自己已经有了男友 极度尴尬下 家月匆匆逃离 老同学却叫住他 希望从此以后 二人还能做朋友 家月一脸窘向的答应同学 回去路上他本想扔掉那个饭盒 可想想心里又不舍得 就在这时 家月震惊地发现 小弟居然来了 而且还拥抱了他喜欢的老同学 家月这才意识到 原来老同学的恋爱对象 就是自己最亲的小弟 更加意外的是 小弟一早便知道 家月在追自己女友 但为了大哥的面子 小弟一直装作不知情 回到家 家月努力藏起沮丧的情绪 作为这个家的长子 他从来都不会夺弟弟所爱 家月给自己和小弟煮了包泡面 还有一无意的建议小弟 好好考虑未来 总不能一辈子都窝在家里的早餐店 小弟却担心这个家 担心没了自己的早餐店会垮掉 家月试图劝小弟 有时候生活中所谓的困难 往往是自己吓自己 小弟对家月的话并不信服 他始终觉得 大哥在外面这么多年 如今并不了解这个家 看着被小弟放着没吃的泡面 家月的脸上浮出一丝悲伤的苦笑 之后小弟不再理会家月的情绪 和女友之间也愈发你弄我弄 家月却只能在家 每天听老妈练习打碟 然而就连母亲心里想的 也全是小儿子 甚至盘算着将早餐店转让出去 和让小儿子能从店里抽身出来 过自己的生活 没了早餐店的羁绊 母亲更加专注于打碟的兴趣 同学甚至拍了几张母亲练习打碟的照片 照片上不再被生活所示牵绊的母亲 显得颇有气质 将母亲打碟的老先生有个女儿 母亲见后十分喜欢 计划着将女孩介绍给自己小儿子 当晚便和老先生约定了周末的家庭聚餐 听闻母亲要给小弟介绍对象 家月急忙找借口劝阻 他了解那个倔强的弟弟 既然已经有了女友 弟弟肯定不会愿意和别的女人相亲 母亲见到家月的态度却很奇怪 觉得家月身为大哥 一点都不替弟弟着想 家月没有丝毫辩解 似乎在这个家 他并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 周末的家庭聚餐来临之前 母亲又和老先生去了海边玩耍 还将二人的合照上传到了社交账号上 一直闹别扭的丈夫见后心里暗暗不怨 家庭聚餐的时间到了 丈夫也赌气似的没有去 聚餐设在高档餐厅里 不知情的小弟以为只是普通的家庭聚会 不到中途 母亲提出让小儿子和老先生的女儿交往看看 然而小弟说话直接 竟当众聚酒的女孩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 家月趁机和女孩说话 想要缓和氛围 可女孩对他冷笑话 似乎没有丝毫兴趣 同一时间 二儿子家最近也热闹得很 岳父岳母来到家里做客 二儿子本想让二老住到酒店 不想两个老顽童 居然直接霸占了他和妻子的卧室 好在二儿子有招 单纯决定和妻子去五星级酒店潇洒 而且还不打算带上儿子 两个老人家的点子更多 先是拉着女儿去购物各种疯狂消费 在这找各种借口 赖在女婿家不肯走 而侄子最近还为红茶苦恼 想要告白 却又不知该如何说出 没想到先加入社团 喜欢侄子的女孩 竟鼓励男孩直接告白 甚至拉着侄子去了红茶的店里 在女孩的推想下 侄子终于告诉红茶 自己才是和他在网上聊天的人 得知真相 红茶的反应果然很强烈 结果一问 侄子才17岁 未成年而上次和他见面的男人 居然是侄子大伯 红茶当即气呼呼地将侄子打了出去 他可不想跟这么个小不点谈恋爱 相亲失败后 母亲为小儿子的无礼向老先生道歉 老先生并未计较 说一切都是缘分 还递给母亲一块蛋糕 以足安慰 老先生的举动让母亲受宠若惊 丈夫却为此吃起了醋 当晚这对老夫妻再次大吵一架 老爷子话里话外责惯着妻子 称他带孩子去相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 母亲也不甘示弱 觉得自己都是在为儿子 为高家着想 不像丈夫 什么都不管不问 那晚 家月又一次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见年少时候的自己 和如今的自己面对面 梦里年少的家月 问现在的家月 有没有实践当初的梦想 家月摇摇头 她41了 可至今仍然一事无成 然而年少的自己却并未责怪她 反而说道 无论将来如何 她都只求一个字 那便是帅 正是因为这句话 令如今的家月下定了决心 至少现在她要帅气地活着 为此家月陪伴小弟去了老同学家 老同学误以为小弟是主动去相亲的 正在闹别扭 在家月的帮忙解释下 同学这才相信的男友 重新面对曾被自己告白过的同学 家月还有些尴尬 老同学却大方地让她和小弟一起进去吃饭 在同学家三人边吃边玩游戏 昔日的不愉快总算一扫二空 和女友重归于好后 小弟重开了家里的早餐店 家月在一旁唠叨个没完 仍然是劝小弟别守在店里 爸妈都老了 小弟将来也要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不想这次小弟却说了真心话 在他看来守在早餐店没什么不好 这间早餐店将他们兄弟仨养育成人 可如今两个哥哥都跑了 自己留下来既可以照顾爸妈也可以照顾他 小弟的话定家月一时雨色 或许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家月干脆换了个话题 问小弟为什么不把女朋友带回家 小弟的顾虑其实和家月有关 原来读中学的时候 女友作为家月的同学 二人曾交往过 家月当时甚至将同学带回家 介绍给了爸妈 正因如此 小弟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家月却让小弟放宽心 还高喊着让弟弟做个男人 气呼呼的小弟却朝着家月扔去了扫把 但其实家月的话说进了小弟的心坎里 次日老同学找家月倾诉 原来小弟已经约他去家里吃饭 但同学比小弟的顾虑更多 两人中间的阻碍 不是他曾经和家月在一起过 而是他曾经离过婚 说着说着 同学想起和小弟的初次相遇 那是在他离婚后 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 一次偶然 小弟的瓶子砸到他的额头 为表建议 小弟不仅细心照顾他 甚至还将他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那天以后 二人变成了一对恋人 同学还提起 小弟曾多次说过家月这个大哥 他很羡慕大哥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像自己只能被困在家里 家月文言有些动容 他告诉老同学 自己离家这么多年只是逃避 不像弟弟有勇气直面生活 家月相信弟弟的勇气来自深爱的女友 家月的话令老同学释怀 夜里同学温柔地搂着男友 他已经决定要像男友一样勇敢 侄子最近也很勇敢 每天都在店门口偷看喜欢的红茶 不料新加入社团的女孩 却将侄子拉走 扬言男孩和红茶年龄差距太大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侄子却不甘心 并为子和女孩大吵一架 上次女孩偷偷拍下了侄子向红茶告白的视频 还故意添加了恶搞效果 结果没想到视频火了 更没想到红茶的奶茶店也因此火了 红茶一边给侄子打电话 抱怨视频把自己拍太丑了 一边却让侄子给自己家月的电话 侄子正为此苦恼 不想却看见父亲在打求职面试的电话 原来二儿子最近麻烦不小 因为没能顺利签约 二儿子被公司解雇 然而因为不愿妻子担心 二儿子始终没将被解雇的事说出来 不知情的妻子高高兴兴地将父母送回了家 计划着要和丈夫好好吃一顿玩一场 二儿子全都一概答应 被解雇后 二儿子每天早上装作正常上班 实则却是忙着找下一份新工作 当晚小弟买好了炸鸡 并按计划将女友带回家 见到小儿子女友后 母亲一眼辨认出 女友以前是大儿子的交往对象 但得知女方离过婚 母亲更加反对这段关系 甚至当着女友的面 责怪小儿子没选择自己为他安排的相亲对象 这下小儿子火大了 觉得母亲只是想和老先生亲近 才硬是将对方的女儿塞给自己 小儿子越说越激动 认为谈恋爱和结婚都是自己的事 无需经过父母同意 说吧 小儿子牵着女友的手就要离开 母亲却放了狠话 小儿子要是现在走出去 将来就别想回来 女友为安抚矛盾 赶紧自行离开 小儿子却跟母亲杠上了 这些年 他一直是母亲眼里听话的孩子 可乖小孩也有自己想要东西 抛下这句话 小儿子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去 老爷子也趁机说出心中的不满 他和小儿子一样 也觉得妻子搞相亲 是为了和老先生进水楼台 一顿晚餐就这样闹得不话而散 小儿子出门去追女友 女友血腥生退 也觉得离得婚的自己 可能确实不适合谈这段恋爱 此日小儿子独自来到早餐店收拾 看着手指上被铁板烫过的痕迹 他脑中浮现出昔日家人们 一起在店里忙碌的画面 这幅温馨的画面已经好长时间 没再出现过 离家出走后 小儿子住在了女友家和过去一样 他帮女友打扫 收拾和女友一起逛超市 买东西 看似重拾 但女友却看出小儿子是在逃避 小儿子打算将早餐店顶让出去 想从此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 女友却知道 对小儿子而言 早餐店相当于半个家 没人会将自己家转让出去 他直言 希望小儿子可以成熟一点 像个大人 去面对问题 而不是以为逃避 回家后 小儿子依旧在做家务逃避 女友直白地问他 到底想要什么 小儿子说得实话 他想要继续做早餐店 想让全家吵吵闹闹的 但还是在一起 想让母亲接受女友 女友直言 所有这些问题 只要小儿子回来家 就都可以解决 于是小儿子起身离开 可不到半分钟 却又折返回来 对他而言 父母的家 和女友一起的家 都是家 女友文言 轮了泪 他之所以赶小儿子离开 是怕对方的母亲 不接受自己 离过婚的身份 小儿子看穿了 女友的心思 他蹲下身 假装手里有戒指 并给女友戴上 对他而言 无论父母接受与否 他都认定了眼前的女人 同样有着感情问题的 还有家月 侄子将他的电话给了红茶 红茶约家月在店里见面 最近奶茶店生意太火爆 还有客人连带着 要一些小点心 红茶便打算和家月合作 让家月家的早餐店出点心 自己出饮品 然后撕六分 家月爽快答应了合作 制作点心的过程中 侄子还跑来帮忙 红茶个性爽快 并不计较侄子欺骗自己的事 但关于感情 他喜欢的还是侄子的大伯 高家月 庆天结束后 红茶半开玩笑地向家月告白 他就是喜欢家月这种洒脱的老男人 家月却各种躲闪 红茶的外形和性格都不是他的菜 打打闹闹结束后 家月面露忧伤地告诉红茶 他还不知道人生的下一站在哪里 但他已经决定要离开 红茶却无所谓 家月去哪里 他都要跟着去 在进行未知的旅途之前 家月来到老年兴趣班 看望母亲 母亲正心无挂碍地认真打蝶 家月看后十分舒心 闻在路上 母亲盯着橱窗里的衣服看 却又不舍得买 家月便坐着 给母亲买下昂贵的衣服 换衣服时 母亲面露欣慰 似乎在不知不觉间 他这个最不听话的大儿子 也懂事了些许 如今高家每个儿子都面临着自己的困境 失业的二儿子亦是如此 失业到现在 二儿子还没向妻子说出真相 儿子知道父亲的心事 却选择帮着一起隐瞒 为了宽慰父亲 儿子特意谈了一曲自己创作的曲子 曲子的名字是父亲曲的 就叫勇往直前 尽管人生多有失落 但二儿子还是希望自己 希望家人能拥有前行的勇气 的确如此 失去工作后 重新站起来需要莫大的勇气 这段时间 二儿子打算调整状态 他来到父母家 却听大哥家月说 父母还是老样子 天天吵架 为的还是那点事 家月和二弟商量 将早餐店转让的事 反正小弟已经搬出去了 早餐店似乎也没办法再经营下去 母亲练习完打蝶回来 二儿子洋装已经安好 给全家人做了顿饭 家月却悄悄告诉侄子 安排完家里的事 自己就要离开 而且从此以后不会再回来 二儿子做好了晚餐 父亲却迟迟没有回家 母亲干脆不等丈夫 直接开吃 席间家月拿了份离婚协议书给母亲 希望二老考虑离婚 二儿子健壮试图劝阻 母亲却将协议书留了下来 和丈夫争吵这么多年 或许是时候做个了断 如今如此 家月已经做主 将早餐店挂牌顶让 明天就有人来谈顶让事宜 家月的做法引起二弟的不满 在二弟看来 家月只是在帮母亲逃避问题 再说父母年纪都大了 如果真的走到离婚那步 将来照顾二老的责任 必然要落到他这个老二的身上 家月没有辩驳 而是一把抱住二弟 他知道这些年 因为自己这个大哥的缺席 图添了两个弟弟的辛苦 二弟正感动时 女护士来了电话 称他们的父亲在K房喝酒喝到醉 兄弟俩赶了过去 父亲已经滥醉如泥 护士则不停地抱怨 表示父亲一直查个自己 但自己并没有别的心思 家月代替父亲 向护士说了道歉的话 随后便和弟弟一起将父亲掺火了家 然而回家后 酒醉的父亲却在迷迷糊糊中 说出了护士的名字 这也让犹豫不决的妻子下定决心 次日丈夫酒醒后 母亲久违地给丈夫炖了汤 父亲本以为这是夫妻俩和好的信号 起到下一秒 妻子竟拿出离婚协议书 她已经在协议书上签好了字 就差丈夫的了 书也奇怪 将协议书递给丈夫后 母亲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她独自来到春日的公园散步 喝咖啡 不知不觉间 眼泪便露了下来 这些年欢喜也好 受苦也罢 到头来还是要自己一个人 看着协议书 父亲却迟迟没有签字 家月仍然想找制彩笔 将全家福上的自己给补全 父亲却摇摇头 反正家都要散了 还要全家福做什么 父亲让家月帮着和妻子说说 她不想离婚 家月知道父亲的心思 无非是怕丢面子罢了 但这次 家月宁肯薄了父亲的面子 也要支持二老的离婚 她劝父亲签字 就当放自己一码 放母亲一码 别再逃避 除了父母离婚的时候 家月还在忙着处理家里的早餐店 一个女人说要盘下店面 到了家月才发现 女人便是她曾经暗恋的老同学 小弟的县女友 女友知道这间店对小弟而言的重要性 所以她想帮男友 家月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对方也算是自己的半个家人 总不能真的让家人出钱盘店 但家月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已经不是顶让店面的事 而是小弟和父母的关系问题 当晚兄弟仨罕见地聚在一起吃了炖火锅 两个哥哥问起小弟的心思 小弟的想法很简单 他想继续做早餐店 但现在父母闹离婚 他和母亲又因为女友的事闹不合 在这种情况下早餐店根本就没人帮忙 家月觉得如果小弟的女友将早餐店顶下来 或许也不错 将来两个人结婚了 一来有个依靠 二来自己做老板 也不用听父母的 对此儿子也表示支持 商量完小弟的问题 家月又关心起二弟的失业问题 上次侄子让他多关心自己父亲时 家月就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二弟让两个兄弟帮自己保密 他打算找到新工作才告诉妻子 三个兄弟难得的聚餐 家月却透露自己即将离开的消息 两个兄弟以为家月是在开玩笑 只有侄子知道家月是来真的 侄子更知道家月所谓的离开指的是死亡 晚上吃完火锅 家月耐心的叮嘱侄子 往后要听父母的话 侄子却转身在天桥上一遍遍奔跑起来 他无法接受又一次的死亡 在侄子眼里大伯一直是个很酷的人 奔跑停下来的时候 侄子气呼呼地指责家月不负责任 他还记得大伯教自己的人生道理 那些话对年少的他而言如醍醐灌顶 当晚侄子哭得声嘶力竭 次日见侄子一脸神伤 社团女孩问他有没有设想过未来 侄子闭上眼睛想要思考未来的形状 可那遥远的将来却始终模糊 家月也很悲伤 最近他幻想年少时候的三兄弟 和现如今的兄弟三人彼此对坐 一起回忆少年的欢快和争吵 小弟递给家月一支烟 家月抽了一口 然后抬头 此时的他才恍然 四周寂静无声 唯有自己一人 二儿子昔日的上级 为他介绍了一份新工作 虽然不是擅长的领域 但二儿子还是一口答应 然而去公司的路上 一辆车急驰而来 二儿子被无情地碾压在了车下 一场车祸夺走了二儿子的性命 从此老家最乖的小孩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面对至亲至爱之人的死亡 故事里的每个人 都想到了一段独一无二的过去 妻子想起的是和丈夫的初次相遇 那是在酒吧读书时 热爱音乐的二儿子 在酒吧做助长歌手 只那一瞬间二人便彼此新颖 后来他们一起度过了整个青春 再后来他们奉此成婚 组建家庭 有了孩子后 两人的感情不减当年 作为妻子 她亲眼目睹了丈夫 在面对父母争吵时的周轩 全家人包脚自快乐 准备去旅行时的兴奋 所有美好的点滴 妻子全都记得 家月想起的是少年时代 兄弟三人的相处 他们曾一起玩到疯 甚至不慎引发了家里的火灾 尽管被赶回来的父亲责备了一顿 但家月永远记得 那个晚上 那是他此生最快乐的夜晚 家月记忆最深的是昔日的自己 不慎说出二弟是被收养的话 在二老看来 没有家的孩子很可怜 因此对二儿子多有偏爱 可在年少的家月眼里 父母的偏爱成了毫无道理的偏心 觉得父母喜欢的只有两个弟弟 不想当时这番话却被二儿子听了去 小弟还记得听到出生真相的二哥 一直握着自己的手 那时候二哥的手很冰 家月文言红了眼眶 二弟曾说过 这些年他们兄弟俩都在 少得只有家月这个大哥 车里小弟握住家月的手 家月不争气的落下眼泪 他后悔了 后悔当年不该嫉妒两个弟弟 不该在家人的生命中轻易缺席 是啊 因为五位的自尊心 家月逃离了这个家足足十几年 当年读书时 家月个性顽皮 在当时的他看来 一切都怪父母对两个弟弟偏心 为了弃父母 家月故意将女友带回家里 故意在学校闯了不少祸 然而终于在某一天 家月收拾行李 打算离开这个家 老年走前 他将家里的钥匙交给二弟 嘱咐二弟将吉他练好 顶住小弟好好照顾自己 家月走后 这个家发生了很大变化 父母日渐老去的同时 两个弟弟也在渐渐长大 到如今家月才恍然 原来他错过了那么多珍贵的时光 前些天 三兄弟一起吃火锅时 家月突发奇想 问两个弟弟 为什么不叫自己哥哥 两个弟弟也说不上为什么 像时候他们还管家月叫哥哥 那些漠不作声的改变似乎发生于家月离家以后 当天吃完火锅 家月有些伤感 他已经计划好要离开 两个弟弟文言和他闹起了玩笑 小弟让他将家里的钥匙给自己 二弟却将当年 家月留给自己的钥匙还给了他 无论家月走了多远 他们兄弟俩都会为他开门 如今私人已逝 故事却还要继续 妻子一边叫儿子折衣服 一边努力藏起悲伤的情绪 祭奠仪式即将开场 全家人擦拭眼泪 穿上丧服 他们互相拥抱 鼓励 家月则走上台 说了一番发自肺腑的话 在他看来 二弟虽然是被收养的 可却是三个孩子里最乖巧孝顺的 二弟做什么都快 学习快 结婚生子快 如今就连死亡 都抢在了所有人的前面 家月一直以为自己是最潇洒的一个 以为自己会按计划 洒脱地离开人间 只是没想到命运弄人 说着说着 家月忍不住掉了眼泪 如果时间能重头来过 那有多好 二弟走后 儿子常常抱着吉他 弹唱父亲最喜欢的那首 勇往直前 妻子努力打起精神 投入工作 家月则常常蹲在父亲的歌龙弦 他永远不会忘记 昔日三兄弟一起玩耍的画面 只可惜如今黄昏下的歌龙前 只剩他独自一人 二儿子去世后 妻子在家门口遇见了丈夫的亲生母亲 当年生母怀孕后被男友抛弃 是当年二儿子的养父母及时发现 将他救下 生母担心自己一个人无法养育孩子 养父母便答应收养 事后多年的时间更是视二儿子为亲生的 不久前 二儿子曾和生母见了一面 多年不见母亲已经白了头 对当年抛弃儿子满是愧疚 然而二儿子并未埋怨母亲 甚至他很庆幸 庆幸自己能被养父母照顾得很好 庆幸遇见了一个懂自己爱自己的妻子 当时提起妻子 二儿子满脸的幸福 他和妻子18岁便是情侣 结婚生子后仍然如初恋般甜蜜 他曾许诺等儿子不再依赖他们 他便要带妻子去旅行 去实现妻子因为照顾家庭而未能满足的遗憾 只可惜生活最爱开玩笑 此刻妻子将生母带到家中 母亲转述了儿子曾对自己说过的话 妻子顿时泪如雨下 墙上还摆着儿子小时候的照片 母亲一边看一边强忍着眼泪 孙子如今已经长大 父子俩都热爱音乐 母亲将一包东西交给妻子 那是儿子弹唱的歌曲 是他亲自录的 离开儿子家后 养母拥抱了生母 失去儿子 他们的心情一样的悲伤 养母还记得 小时候生母给儿子 寄来了很多照片和衣服 儿子很懂事 每次都会说感谢养母照顾自己的话 但其实养母反而很感谢儿子 感谢他让这个家多了一个这么棒的孩子 时间不停的流逝 高家人努力收起悲伤 红茶前来拜访 但没有说节哀顺变的话 而是给家月父母带来了甜点 说了些暖人的话语 家月正在倒过全家福 打算将自己给补画上去 还给二弟的头上画了天使的光环 红茶意外发现 全家福的背面是二儿子的结婚照 家月注意到结婚照上 二弟的裤子太短 母亲和弟弟居然穿着情侣外套 提起这件事 母亲的回忆如潮水般悲伤地涌来 多年前二儿子和女友去法院公正结婚 可到了才发现不能穿牛仔裤公正 二人打算回家换套衣服再来 母亲却当场做主 让小弟将衣服换给二哥 自己则将衣服换给未来儿媳妇 公正结束后 一家人穿的稀奇古怪的拍了张合照 家月还发现二弟拥抱的首饰有些怪 似乎是在留出位置 父亲告诉家月 那是弟弟留给他这个大哥的位置 看着这张缺了自己的奇怪合照 家月满眼的笑意 如果当年他在该多好 红茶看穿了家月心底的悲伤 他不顾家月说烦 执拗地追了出去 并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其实红茶的父母多年前已经去世 当年双亲离开时 他曾悲伤欲绝过 但如今他成了店长 每天笑容满面 红茶希望家月也能振作起来 无论如何 生活总要继续 听完红茶的话 家月决定去找三弟的女友 二人又挤去到海边 三弟正在那里独自看海 二哥去世后 三弟整日愁眉不眨 家月坐到三弟身边 弟弟嘴上一直说着不爽二哥的话 可家月知道 弟弟是在掩饰心中的悲伤 他递给三弟一个墨镜 称戴墨镜窟会比较帅 三弟乖巧地戴上墨镜 随即便忍不住哭了出来 家月叮嘱弟弟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爱的人 就像红茶说的 事折一眼 人生却还要继续 侄子也一样 仍处于失去父亲的悲伤中 某个午后 侄子恍惚间见到了父亲 父亲仍然像过去一样 和儿子像好朋友一样相处 让儿子向自己倾诉心事 分享生活 父亲告诉儿子 不管怎样都要勇往直前 这便是生活的本质 聆听着父亲的歌声 侄子终于来了灵感 最终创作完成了那首 勇往直前 此时一阵声音将侄子吵醒 男孩这才发现 适才的只是长梦 家月和弟弟来了 两人拉着侄子去打篮球 在球场上挥汗如雨 打打闹闹的时候 侄子终于露出笑容 晚上父亲终于开口 和冷战多日的妻子讲话 他已经决定放手 决定明天去办离婚手续 妻子告诉他 叫自己打敌老先生 对自己并没有兴趣 丈夫也说 女护士一直都嫌他烦 二人说着说着 便都笑了出来 原来到最后 陪伴彼此的始终是对方 夜色下 夫妻二人开开心心的吃了顿饭 一如多年来一样 悲伤过后 高家人开始直面生活 夜里一家人聚在一起 高高兴兴的吃饭 这幅画面 令家月想起了多年前 曾经每次过年后 他都会和两个弟弟 用压岁钱打赌玩游戏 包括家月打算离开家的那一年 那时候他打算出去创业开餐厅 离开前的那个晚上 母亲给了他一百万 嘴上说是要投资 还让家月只准成功 不许失败 但其实家月一直都知道 母亲要的从来都不是回报 年少时 家月曾偷过母亲的银行卡 结果发现卡的密码 居然是二弟的生人 这让家月很是嫉妒 觉得自己才像那个简爱的孩子 母亲却告诉他 并非家月想的那样 家月和小弟都是他十月怀胎 生下来的孩子 他不可能忘记自己亲生儿子生日 但二儿子不同 母亲担心等到有一天自己老了 至少银行卡的密码 可以帮他想起儿子生日 可以跟孩子的亲妈有个交代 家月终于释怀 他曾以为不在乎自己的母亲 原来信心念念的全是他 前段时间创业失败回家后 家月觉得自己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 产生了极端想法 甚至写好了遗书 那晚母亲来到家月的房间 却并未像往常一样唠叨 甚至没有一句指责 母亲其实比任何人都要懂家月 知道儿子看起来玩世不恭 任性潇洒 但其实善解人意 每次都习惯为别人着想 因此这次母亲温柔地叮嘱儿子 让他往后别再记挂别人 而是多为自己着想 家月将遗书拿给母亲看 母亲有老花眼 并不知道手上的是遗书 甚至当着家月的面 将纸上的内容 一字一句地读了出来 家月写了这些年 对家人的愧疚 对自己任性的自责 母亲很是欣慰 这个最不让他省心的儿子 终于长大了 母亲说话依旧温柔 父母都老了 没法陪孩子们一辈子 只有自己才能陪伴自己 因此母亲鼓励家月 不要去顾虑别的 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要好好思考 什么才是对自己最好的 家月也向母亲诉说着决心 以前是自己不懂事 总是让家人担心 但以后不会了 母亲像小时候一样 温柔地抚摸着家月的头 她不在乎儿子人生的成败 只是一如既往地 希望她平安喜乐 一顿其乐融融的晚餐后 这个家正朝着幸福的轨道前行 小弟决定接受家里的早餐店 家月也兑现了对母亲的承诺 帮着小弟将早餐店装潢一新 重新开张 决心自此留下帮忙 母亲不再反对小儿子和女友交往 小儿子也顺利和女友领证结婚 父母已经办了离婚 但彼此仍是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孩子们欣然接受了父母的离意 对他们而言 这个家还是老样子 母亲退休 开始学习驾驶 计划有朝一日 开车载着全家出去旅行 侄子创作完成了 勇往直前这首歌 开始代替父亲去接母亲下班 陪母亲聊天说话 失去丈夫的妻子 也时常回味着丈夫并不好笑的冷笑话 然后和儿子一起像往常一样打闹嬉笑 红茶到寺庙为家月祈福 家月渐渐发现原来对的那个人就在身边 有个阳光大好的午后 家月带侄子来到海边 这片海是家月曾跳下去的地方 但如今他和侄子在这里看海归玩水 再也没有了其他的念头 在家月热情的营销模式下 高家的早餐店愈发的热闹 小儿子收到消息 妻子怀孕了 瞬间全家人手舞足蹈 高兴极了 生活或许琐碎 或许一地鸡毛 但好在家人的存在 爱人的陪伴 总能让疲惫的我们 找到勇往之前的力量 有生之年 能平安喜乐 便已然足够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中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中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